续集还没上映 但是片中的外星人 利用重力翻转的方式摧毁地球 还有重粒子的科学理论 已经先引发天文物理学界的讨论 重力真的有可能翻转吗 来看今天的科学副集圈 ID4续集中各种重力翻转的灾难画面 掀起了科学界有关重力子的讨论 电有电子光有光子 重力是否有重力子呢 重力子又有什么作用 如果外星人他有发现重力子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创造一个反重力的现象 电影抢先科学界 把还是假设当中的理论 大胆地翻上了大荧幕 新加坡连根拔起 杜拜哈利巴塔砸下了伦敦眼 马来西亚双子星砸伦敦市 民众失重漂浮 大西洋海水倒灌 战机飞行失速 把重力集中在一个空间里面 那么他就会创造出所谓的黑洞或者是虫洞 爱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 为的是要解释重力现象 连大特希加都无法证实重力子 现在不仅成为电影剧本 还把重力翻转影像化 套截场面令人胆战心惊 记得胡志全 王志文报道